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一样来到止评收看 同时记得帮我按赞 还有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那当然在昨天我们看到 这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补选结束了 王宏威赢了 但看到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乌一龙没有想象中的差 那王宏威选的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好 那这两个人呢 2024是不是终须一战 终须再战 我们稍后讨论 那么说到了战 来看到这个是要接民党主席的 副总统赖清德 那么昨天在台中的时候呢 跟支持者跟党员喊话 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是 不要怀疑美国 否则台湾会很危险 结果呢 会不会是美国爸爸先让台湾危险 我们要等会讨论的就是 包括呢这一两天 应该说在昨天晚上好不好 这个解放军呢 突袭式的宣布在台湾周边 进行多兵种的军演 那么同时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现在呢就是已经确定 就说美国要把这个战场 设定在台湾 好那台湾这边也好 买了很多这个武器 还有这个什么布雷系统等等 我们稍后都会好好来讨论 新闻就要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要请到的是 前高雄市新闻局长 王浅秋 浅秋好 前后院好 郭仁平武安 以及前立法委员郭正亮亮哥 郭仁平 还有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那一开始我们就直接来看这场选举了 就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补选 好在昨天来看 投票率43.35% 那来看到就是这个王宏威呢 以6519票胜出 赢过吴一农的54739票 那得到这个得票率呢 王宏威是52.26% 赢过吴一农的47.27% 那换句话说 大概赢了5%左右 好那细看来讲的话呢 当然这个在北松山的部分 是王宏威的本命区 所以他算是大胜吴一农的6624票 好那至于中山区呢 一开始其实王宏威就说 打这场选战呢 他觉得自己比较没有信心的 就在中山区 所以他在这个 在中山区走基层呢 投注了相当多的心力 不过在这个部分呢 被吴一农翻了过去 因为呢这在过去来讲 民党在中山区 其实没有赢过蓝营 好那这一次首胜 对民党来说 他赢了算是小赢啦 小赢王宏威844票 好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字 也就是在上一届 上一届的就是2020那场选战 以王宏威来讲 他在这次的得票率是52.26% 其实赢过上一届蒋万安的51.44% 那这个吴一农呢 他也是赢超过 他这一次47.27% 那赢过他自己的上一次的45% 事实上呢 两个人都超越了上一届的得票率 好但是呢 我们先从这边来看好了 我先直接请教这个浅秋 因为呢我个人是觉得 表面上民进党三连败 九合一还有嘉一市长 以及这一次这一席的台北市立委补选 但实际上从一能够得票来看 民进党没有崩盘啊 那在选前记不记得王宏威当时呢 刚好站台的时候还喊出了 就是说人民可以处罚民进党 但是轻轻扒两下就好 不要弄到死 这一次选民真的只有轻轻扒两下吧 的确这个差距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大 但是其实是符合国民党内部 所评估的民调跟他们所评估的差距 本来就是预估可能会赢7000 但是还是少了一点 到12000这样的差距 那么的确中山区就是不被看好 可能五五波 但是最后是小输了 那么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会觉得 也不竟然真的完全代表了 民进党没有已经被人民原谅了吗 小小的教训一下就好了吗 倒不是 我觉得这是因为在一个小选区 补选的情况之下 没有其他的选举共同搭配 所以民众的投票意愿相对低 然后加上尤其是前很多选前的民调告诉大家 都说王鹏会大胜 所以很多南京的选民是觉得反正会赢 不用出来投了 加上又前天补价比较累 因为只有放一天假 对前天上班上学的人可能隔天觉得累了 或者是需要休息 或是各种其他的个人的原因 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会出来投票 那么加上最后选举的两个礼拜之间 几乎是冷除力整个选情的 选战的节奏几乎是因为吴一农太无聊 还是说他真的刻意把整个选战拉到 没有辩论没有火花没有对话 一个无聊的境界 以至于让整个话题性几乎从一开始的爆点 降到最后几乎是已经零话题的概念 我们连开题都挤不出东西来 你就知道了 选前两天选前三天 我们开不出东西 这代表着这个因为没有对话 然后也没有爆点没有冲突 那选民也因此很难关注 也搞不清楚每个这个候选拳 吴一农只是说自己只在乎政见 不要口水 可是他政见是什么 大家又觉得一头雾水 他又不愿意深入讨论 或讲不出自己深入的政见 所以那吴一农在败选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说 他觉得很高兴 至少这一次 是一个正面的选战发挥了效果 我觉得很可笑 哪有什么正面的民主选战 他根本就是B站 他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对 跟对手或是对选民沟通 弄清楚自己的政见跟论述是什么 那么拒绝辩论 拒绝对话跟沟通 拒绝表达意思的 这样子的候选人 哪里叫做正面的典范跟表述呢 这只是说你要骂人家也吵不过 然后想要跟人家讨论政见也争不过 那要讲自己的论述讲不出来 那么只好用帅帅的 大家开玩笑说是比帅 用外表用颜值 然后用假装温良攻击这样的态度 假装正面选举来挑战选举 然后最后所有就说 至少我赢了正面选举 伴随伴有荣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你是一个民主是错误的 是负面示范教材 你拒绝辩论 拒绝沟通 你拒绝政见正面的论述 沟通跟让选民认识你的能力 完全不知道你能力在哪里 只看到了你一些媒体上的 负面表现 其实这对你来讲反而可惜 但也许像亮哥就觉得说 他就是因为没有辩论 反而守住了江山 反而让大家能够看到 判破手脚的程度更少一点点 但无论如何至少民进党 这一次输了理智 但是至少赢了一点点面子回来 没有像在嘉义市或酒和一样 输到脱裤子 对 崩盘的状况好像回来一点 其实回到基本盘而已 但是也不要得意太早 真的其实只是 因为在这次选举的结构里面 比较不一样 而且蓝军选民真的很多人以为他赢定了 而且对于王宏会讲 选民会觉得说 他都算说了也是回去当议员 也好像没有损失 加上有一点落袍的帽子在身上 很多振回的因素影响下来 但如果真的2024再选 无疑农可就不会那么讨好了 基本上我不认为他这一次选战 真的赢到了多少 他只是让组织基本盘 仍然维持运作而已 那么但是呢 这次运气还不错 既然连台南新竹这些 对他的影响杀伤力 都还有限 就是因为最后阶段的冷处理 不说不看不表现 然后就没有失分的冷处理 让他维持住了 但2024有这么好康吗 有这么好处 还可以继续这样苟延残喘下去吗 我是很怀疑的态度 就是对 我要讲的是 明明此时此刻的民进党是大逆风 那为什么吴亦农还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代表什么 我先请教亮哥 这个事实上中山区 华文威真的没有经营过 对啦 所以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感觉在选举 比如说大直 大直就是中山区 那是很蓝的地方 可是我问了几个朋友 他们都没有投票 没有投票 因为他感受不到在选举 那北松山不一样 北松山那20个里本来就是 往往长期经营的地方 所以他们大概有接受到危机动员 所以他们就有踊跃投票 吴亦农你也不要小看他 然后2020年那次选举 他拿到45.4% 蒋万是拿到51嘛 对 吴亦农票数也不错 拿到9万多票 所以中山区他本来就有知名度 因为他选过 而且中山区 因为这一区我选过 实际上中山区胜率的理蛮多的 那这个对洪辉来讲就比较吃亏了 因为你要知道王洪辉本来是新党 所以当然就是中山区很多理一定会放他很多坏话 一定会这样 那我的感觉是最后那个黄成国 还有民进党中央还是有回到中山区帮忙动员里长 所以有吹出基本盘 对 对 我认为是这样 那浅秋认为说 吴亦农根本就没有打什么文宣不知道在干嘛等等 他事实上就打文宣就文死了 所以他一定得避战 是不是 因为他 他在文宣口条上完全不是王洪辉的对手 那你如果去辩论那不是更凸显出两个人 那个口条的差别吗对不对 我倒是看到范世平一个评论我就蛮同意的 他是建议他不要选 他说当学者是不是还是 或者幕僚 他根本就不适合选举 我坦白说我自己也当过三届立委 我有两届是区域的 这个汉庭就很清楚了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群众热 比如说你到基层 会不会很快就跟人家熟络一片 这是一种个性 你当名义代表要有这种个性 那很快就会掌握到 我这样的对待待人接物好像不太对 你会迅速修正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都没有感觉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还停留在高盛银行美国人那个阶段 就觉得奇怪你20 事实上我就开始回去找资料 说2020年到李游庸是怎么选的 事实上那一年你不要忘了 那一年是总统大选 所以大部分的新闻都集中在总统大选 对韩国瑜啊 对那事实上蒋万跟吴怡龙 因为两个都吴怡龙很新鲜嘛 所以那一年主诉求都是双帅对决 对而且对媒体来讲他们就是小菜 你知道大菜主菜都还是总统 2020年他主张过什么 坦白讲我也不太知道 所以他也许 在家当兵是2020年吗 2020年是壮阔台湾 下架吴思淮 对对 下架吴思淮很够力啊 那时候 那个时候是整个政维啦 因为那时候反送中嘛 所以那个氛围很重 所以他可以选到这个票数了 还是输给蒋万 那我是觉得啦像 我只记得就是民生社区 那个时候蒋万跟吴怡龙去办活动 那会后一堆女生在那边等签名了 有 这个坦白讲 因为我选过这一区啊 真的是首次看到 以前从未看到这种现象 那表示两个真的是帅哥 这是事实嘛 可是这一次就比较被聚焦嘛 那大家才清楚的看到说 其实你的料还真是有够乱 然后没有一个议题坚持到底 那个松鸡切怡也后来都不讲了 等等等 然后待人接物跟群众的那个热络 好像也没有这种性格啦 那你这样会适合选举吗 真的 我认为2024他回来再选 也不一定会赢 我跟你讲这等于是连两败 他2020拜一次 2022拜一次 其实一个人拜两次要再选第三次 那意志力要非常坚定 宋楚瑜 你不要用选总统来类比好不好 可是田晓哥 那我用吴思尧的话来问你 他说吴亦农这一次在北松山 还有东山区的得票率 跟他之前比都有成长 中山区还是第一次翻转了 那他说其实吴亦农得票 甚至过半来讲真的不容易 所以这一次他的结论是王洪威赢却没有赢 吴亦农输却不是输 不能这样类比啦 因为他用得票率 可是这次投票率只有43 对 那2020投票率是65 你怎么能这样比 是是是差很多 你不能这样比啦 就整个选战并没有打开嘛 所以基本上 王洪威赢却施利嘛 因为他只有50天 50天你怎么进行中山区啊 难度很高啦 中山区是一个很复杂的区啦 我跟你讲 你真的去经营你才会知道 他有大支有新安国宅这种地方 这是很蓝的 然后他也有临省北路啊 那种地方啊 特种营业 中山区的特种营业的人口 超过3万人了 所以像就有很多是很深绿的理啦 就是这个这个坦白讲 王洪威他既然当选了 我真的建议他要设两个服务处 在中山区 因为他中山区落后太远了 落后太远了 我认为他一定要在比较深绿的地区 设一个服务处 然后大支也要设一个服务处 大支对他有利啦 可是就说这个就是真的没有经营过 那这完全是凭这一次2022这个地方选举嘛 那一个震撼嘛 然后带起他的知名度嘛 那中山区对论文抄袭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所以那个票出不来了 所以他也没有占到优势 没有啦 因为林志坚关中山区屁事啊 中山区选民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啊 就是只关心自己 就是而且 蛮实际的啦 比较就实际的东西在思考啦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要好好的去做选服啦 因为时间也不长 他一年之后又要再选 可是我真的打个问号啦 就是吴英龙会不会再选2024啦 连拜两次要再选第三次 这很累 可是在民党内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次选的其实还蛮漂亮的啊 是小叔耶 而且甚至对他还寄予厚望 搞不好觉得他2020出来再选呢 有赢面耶 那所以亮哥不觉得说这一次的选战 其实吴英龙某种程度来讲有走出自己的路吗 没有 因为这个投票率只有43%嘛 那如果说你个人有一定的爆发力 那你有你的粉丝有爆发 比如说这一次我就没有看到龙副社团那么热衷 我真的没有看到 那如果到时候投票率真的拉到65的时候 你的票出得来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反而是王鸿威进立法院之后 我认为他一定会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他的人见度会蛮高的 战力 对对因为王鸿威真的 蛮会讲话的 而且蛮会找点来做质询 所以你的一年过后吧 那吴英龙相对就是又没有新闻了 那王鸿威是越来越红 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他一定要再选一次 事实上这个我也知道 有不同的意见 那吴思瑶当然认为他会再选 黄牙蜜也认为他会再选 可是善后知就认为他不会选 这个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对这个人的评估 就是说你这个真的被聚焦之后才发现你完全不适合重政 那你还要这样委屈自己吗 不然你去当不分区吧 因为区域 区域真的要有一定的个性 要跟人家打成一片 真的是这样 这个没有那种个性的人 真的最好不要走区域选举的道路 好那因为大家一直在讲 吴英龙这次 一直是什么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的江湖 可是你说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催出了基本盘 那刚刚亮哥是说那有可能皇城国有 真的还是在最后一刻私下帮他运作 在组织战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在投票前一天 我的大学同窗十党全部升旅的 那他们就在脸书上帮吴英龙吹票 而且他们不是当选区嘛 只是说有没有谁住北松山中山的 一定要投吴英龙这样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投票这个搞不好 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好那我就请教这个判庭 就是说这个是基本盘的部分 可能某种已经被吹出来的 可是另外在地的中间选民 他们我发现我周围 就是中山区的中间选民 他们也这样看年轻人 他们觉得说吴英龙 吴英龙他切割啊 他切割蔡英文啊 切割黑道啊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说这些真正在地选民的看法 是不是跟我们每天 在做这个新闻评论上 其实是有点落差的 现在当然基本蓝的评论 都是抱持一种这个戒胜恐惧嘛 警戒就是说也没有赢得特别好啊 也没有很乐观啊 因为如果我们单纯 跟台北市长的得票 那吴英龙呢 基本上可以获得了 上一次陈时中的大部分的选票 但是当初讲完投下来有8万多 那王宏威只拿到了6万的这个选票 更不用说还有可能很多 黄珊珊的这个票 那也不知道到底是留的谁比较多 那再来就绿的方面呢 有一部分当然是觉得 所谓的随败有荣啊 或者讲说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啦 就像我刚刚的这种论点 那但是也有一部分绿的呢 就觉得说你看当然是不够啊 你看党中央的检讨的不够啊 名将整体还是很烂啊什么的 那他们的发言 其实是各自有立场 也不是很客观的来评断 好汉庭 因为像我们先前所分析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吴英龙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 他不论是在选前呢 切割了黄成果啦 然后呢也切割赵家啦 或者是呢就连很多 绿营的支持者的一些论述 或者很多深绿的帮他讲话 然后他也都很不领情 甚至很多党内同志 在过去跟他接触 或者想要这次帮助他的时候 也觉得他的态度 非常的傲慢高高在上 就这些消息都是事实的存在 但是最后呢竟然 没多少影响到他的选票 就他的这基本本还是动出来 就有投诚实中的 还是有积极的出来投给他 那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不是过去即便他影响到的 或者说他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的 都是所谓的投人 就都是这些能够有发表意见的 能够有一定威望 可是呢投票还是很自主性的 就即便说他得罪了黄成果 但假设说黄成果呢 这个老子不投他 就是他不切割 我就我不投他 但他搞不好底下的人照样投 他不会他不会这个样子啊 或者怎么样呢 或者可能即便是被他骂过了 但是觉得愿意牺牲小我 虽然他骂我 但我还是要让我的人去做投他 所以我认为选民还是相当自主的 也就是说深绿支持者选民 一样是很自主的 他不会因为说 你骂了谁谁谁我就不会投给你 或者也不会因为 你骂了我的长官什么 然后我就不会投给你 他完全是做切割 跟不同等的一个对待 每个人的投票动机 不会因为其他人的因素 或者是某些意见领袖的说法 而影响到自己 我认为这是当前时代 每一个选民自主投票的意愿 越来越高 那当然某种程度就是 如果说被吴一农啊 批评的 或者可能默默打脸的人 选择愿意继续要帮他 那就只能说很贱 不是啊 我就说他就很愿意团结啦 这种团结的人也是非常了不起 大举为重 对对大举为重 那这样的人在绿营当中 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作为敌人 很值得敬佩的一方 因为来看整体大环境 就是对他不利 对绿营不利的很多啊 就包含什么球场啊 黑金啊 也都是这两周持续的在做延烧 但是呢就愿意投给民进党 还是愿意投给民进党 或许这样亮哥说 选民觉得这些事情 对我们本选区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 那么当然这个固然啊 是要所谓的 蓝营奥兢兢业业戒胜恐惧 但我也认为啊 不要这么的过度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王侯威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他在中山区是完全没耕耘 来不及耕耘 然后50多天就能够获得了 打平的成绩 而这打平的成绩 其实本来就是在选前 估计最好的成果了 就选前本来就估计 中山区大概打平 然后松山 北松山能够赢 这所以是非常符合选前 预期跟期望的 因为也没有太高 也没有太低 符合期望值 更别忘记 就是王侯威在这中间的 两个月的期间 他还确诊 对 他还确诊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力气 是还没地方使 或者讲说 50多天能拼成这个成绩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地步了 那我认为 之所以不用过度的紧张说 这是不是所有的 所谓绿营气势回稳啦 当然可以作为一种警惕 就是说 可能选民对于 讨厌民进党的那个氛围啊 觉得已经过了 你看我去年已经投完票 已经讨厌完了 我干嘛今年要继续混呢 那我问到的一些朋友 就在这个选区的 懒得先前投给蒋冠安 也很喜欢王侯威 但他就是不想出来投啊 就纯粹懒得投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觉得 对我去年很讨厌陈时中啊 但我没那么讨厌吴宜农啊 是 仇恨值没那么高嘛 那你问他那你对吴宜农 吴宜农觉得是个草包啊 可是我没有那个动力 就是为了反草包 然后去投一票 我说那你可以为了要投 王侯威去投这一票啊对吧 他说那又不差我一票 对对吧 我认为这就是大多数的这种 我们讲说不是那么样热情的支持者 是支持者 但他没有那么热情 所以他就不出来投 阿财就跟我说他没有投 他住在大直 不投的理由是 就是觉得好像倒是已定 没差 对就已经觉得也不差他这一票嘛 所以我认为这些很多的隐性的票数 其实是没有被算进去 绿营之者愿意积极出来动员 就还是像陈时中说的那句什么 出来投就会赢 大家觉得哎呀你看网络上一片看好 所以大家的更加的团结 那反观蓝营这边就觉得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投票率就比较低 因此呢不能够单纯从这个投票 做出过度的解读 认为说哎呀这个2024 或者什么蓝营跟绿营的 整体的大势分析 我认为倒不一定 那因为如果要看到2024的话 还是要看说最后 他一定还是在看大流啦 一定还是在看大流 就吴亦农他的个人因素又被降低了 2024最后一定还是随着大事 到底整理是侯友宜 或者是什么郭台湾 就蓝的这方面 总统候选人跟赖清德 整体的局势跟声望 所以呢吴亦农既然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我前面说了 绿营现在有叫他继续选 有叫他不要选 各自都有立场 像我就觉得你看 我觉得他表现不错啊 他可以继续参选啊 欢迎他继续参选对吧 选一次输一次 王洪威继续连任 那额外呢再补充一个小的话题 就知道亮哥所说的 因为最近刚刚前一阵子 就聊到中山区的一些特性啊什么的 这边绝对没有一些歧视 跟什么不良的意味 就是说像我们在选举 因为往往会去塞信箱 对不对 那在塞中山区的信箱的时候 我朋友就讲说 你这个塞信箱啊 你这CP值就很低 为什么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塞给东南亚的人 讲完了 讲完了 外劳很多 不是 不不是啦 你不想像就是塞到楼凤跟各个 我觉得是亮哥装傻吧 没有那个是讲特定区域 并不是这么广泛 对啦 我就跟你讲特种营业 大概有三万人 好 那因为其实在民党内 包括像这个 王上陈其迈 他就说你看吧 吴亦彤在选举过程中 一直坚持打干净选举 不抹黑对手 不三心二意 脚踏实地向选民说明证件 显示民党对选民负责任的态度 何志伟说选举中有人批评吴亦农佛系选举 但他认为其实是把最好的正向面表现出来 相信台湾很快就有需要吴亦农的地方 那就是说民党做得好的地方大声鼓舞 他说做不好的地方 我不会让国民党先批评的 我会自己先点破 因为反省是会有力量的 好 何志伟讲到一个关键剧了 相信台湾很快就有需要吴亦农的地方 这也是我要请教浅秋的 也就是说 对于吴亦农是否有被低估 还有王洪威他是否有 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 流露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 那刚刚其实显然三位来宾 感觉起来好像都觉得 2024未必轮到吴亦农再战 那浅秋也是这样觉得吗 所以或是说就算再战的话 王洪威的赢面胜算还是比较高 那是当然因为以和志伟他 虽然已经是民进党里面 少数有不一样声音的人 但他真的认为民进党有反省了吗 反省这个 比如说包括民进党的包袱还在 黑金啊 还有一大堆公共工程的这些弊案啊 都会一路跟着 民进党内有不同声音的人 下场是什么呢 请问各位一直被 比方说高嘉瑜 已经是被集体霸凌到 道歉 道歉 再道歉 而且还要说要开除开除 就要把他剥夺参选的权利 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 意见不一样的人 请问你们真的有反省的能力吗 那么所以基本上在这一次的 负面的声量 在网络温度计议所有的调查里头 民进党并没有从九合一败选 或嘉瑜似败选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一样是没有任何的检讨啊 那一样没有任何的反省啊 那么甚至好这次吴义农败选之后 有谁要扛这个责任 那只有吴义农自己嘛 竟然一个人江湖 自己输了又自己玩杀去了 有其他人说要扛吗 蔡英文总统只有在选前一天 不碰可以吧 不碰你总算可以输少一点了吧 不去站台 选前一天的这个发文 让他稍微没有输那么惨吗 他不会扛 他说我现在不是党主席 好那先任党主席陈其邁有要扛吗 只是说哎哟那个很正面选举典范笑死人了 这样叫正面选举哦 就是不敢不敢谈不敢对战 这种叫做正面选举 那个是逆民主好吗 然后或者是说像其他党内的人 赖清德好了 有没有人家在检讨大会的时候 问到赖清德 你现在要接党主席啦 你对于败选你也去站台啦 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看法 不回应 那请问是民进党内有检讨 或真的有人要为吴英雄的败选负责任 或者真的认为他拍拍手好棒吗 那就是民进党已经输到 已经士气全失已经不行了嘛 他已经没有不但说没有反省 连那个我们振作一点 不敢输的感觉 我们再来拼一把 原谅的这个振作的士气 都已经后继无力啦 那现在只是盲在一个内部的斗争啊 夺位啊 那苏国瑜一个讲说 我们会好好检讨 我们会认真的好客气的人 叫做以前不会这样的苏承昌 那苏葵现在干嘛 他现在是在隔魁大卫保卫站 在保卫站里头 所以才会要展现这个谦卑 再谦卑 突然变成温暖的伯伯 就好久耶 可是他当中选战的过程中 有帮任何一把吗 看不到 没有人敢叫他站台 一定要只有33啊 而且吴英雄也说有维安考量 就不请 那以前像专一文贴贴脸书也好 他什么都没有啊 那所以现在选完 就说我只要不要带赛 不要碰到你 我就是帮你了 就是我的负面身材 不要带给你 我就已经是帮你了 那所以要检讨的是谁 当然是这些大咖大头 然后恋战的官位 现在还伟大不掉 留在位置上眷恋不走的这些人 现在在卡位在争夺站 那么到底赖清德 他这个态度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他其实没有扛起来啊 他也是没有尬之啊 他至少总要真的面对党内的 只敢在那边讲说 我要跟黑金宣战啊 我要扫除黑金 可是他做了什么 现在目前是看不出来嘛 只会让这些 有一些一点点的语言 冒出来了 真心话 好像是要检讨 蔡苏体制当中 不管是黑金 或者是整个执政无能 还有整个疫情的问题 看起来只看到一点点苗头 那这个黑金看起来也不像是真的对蔡英文来大家的回应 而是比较是要保卫站 因为总统有说要彻查 等一下查到他身上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民进党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保卫站 然后不敢全力付出 然后爱要不要 然后又担心担责任的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士气一败土地 先看还2024 现在看起来是真的完全没有在战的那种的 氛围跟团结的气氛 要么就内部检讨 要么就内部斗争 要么就抢位子 那还有谁 郑文燦 刚刚最近消息说 他辞掉了竹协的理事长的概念 是不是接下来准备要组阁隔魁 或者是其他阁员 这个就真的有意思 每个人都在想这些 或者是想我的论文 会不会又被撤销 那所以民进党内还有谁会有前途 要怎么可能往前拼呢 对 因为请求讲到检讨这件事情 游英龙有老师呢 他就从这一次游英龙的败选 他就说 就输在民进党选前选后 表现都太糟 人民太失望了 有四大原因 第一大就是蔡总统 迄今没有下招罪己 第二内阁没总辞 第三是民进党身为执政党 没有永远反省检讨败选的原因 第四就是官员和明代黑金 和贪腐传闻不断 所以才会造成选情冷 人心更冷 而且他说蔡总统这次没有大力辅选 只有应景的 前一天晚上 在脸书贴文拉票祝福 他说连抢救都省了耶 这是什么样情形 那果然嘛 之前其实黄光琴也出来说 全党放声吴一农 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他又发了一篇说 民进党对不起吴一农 民党如果不自救 身陷难救 吴一农再战 输给就职16天的市议员王红 为6000票 如果是自我安慰 赢了中山区为所谓的习败 那真的没救了 那最后呢 光琴姐直接料化 问题摆在眼前 大家看见了 却束手无策 未来还会有不止一个吴一农 我请教廖哥怎么看 但我也有想到 如果没有全党放声吴一农 吴一农是不是说不定会赢 你对比一下 最后那两个礼拜 王红卫有18个议员 帮他占街头 还有立委帮他占街头 吴一农有这种场面吗 没有啊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沿若芳 那民进党如果动员 因为民进党有完多 市议员都蛮有知名度的 如果说发动然后全面去帮他占中参区 我相信他中参区得票会更高 这个效果会出来 就王红卫他事实上 我有跟王红卫在保持联系 等一下那我插一下话 因为周玉扣说他中参区赢7000票不就赢了吗 所以如果真的是全部动起来 他中参区可能不是只有840票 全部动起来是指投票率变成65 增加7000票也没用 这个是这样啦就是 因为我把美丽岛的最后一字民调寄给洪卫 那美丽岛那个时候 王红卫大概可以赢10%左右 那王红卫那时候就在跟我叫急 他说真的就是真的怕大家不投票 他那时候就一直有这种很紧张的氛围 他还不是有出来开记者会 说什么对不对 10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会投票 对啦可是你那个声音出不去啦 你那个不容易出去 因为比如说你必没有用我们那种传统的选法 比如说就是一个这个车一直在街头那边绕来绕去 说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啊 那个泰勒官方会输啊 你并没有做这个动作啊 或者说并没有出抢救海报啊之类的 那这个到了最后 因为美丽岛那个民调中山区就几乎是打平的嘛 那王红卫也是跟我讲他们 他说内部他们还有一份民调中山区小输 所以事实上国民党也有做评估啊 那他就是非常害怕最后不投票的人会太多 对 我听说他老公陶允正在看开票的时候 差点心脏病爆发 就是因为那个差距一直都拉不开 所以他就非常紧张 身份证拿好了吗 就是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这个洪卫今天接受伟翰访问他有说到这一段 这个就是你就担心说中山区的票搞不好还没开 所以我现在领先这两三千票 搞不好就会输回去 你当然会怕这个嘛 所以我真的是诚心建议他啦 就是中山区虽然是个复杂的选区喔 可是人情味还是很浓的啦 要好好的去经营 事实上蒋万安我这一点是蛮佩服的 因为蒋万安的老婆台语讲得非常好 蒋万安那个第一次选的时候 就是他跟他老婆一起去拜票 那深绿里的那个市场 蒋万安都至少去扫了三次 而且他自己去太太又去 跑得很勤喔 跑得非常勤 而且因为我选过这一区啦 所以就有一些深绿的里长就跟我说 哇 这小孩怎么这么认真这样 说那个蒋家的后代还这么认真这样 这个就是因为你以前就是新党 所以深绿的人对你一定有很多刻板印象 这个是历史造成的 那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改变人家对你的感觉啦 就是说他 那我为市场是一个经营选基层是非常认真的民意代表 他要让基层感受到这一点 那这个就跟你过去是不是新党无关了啦 比如说费鸿泰 费鸿泰本来也是新党 可是现在那个苏山信义对他认同度就非常高 那有些是民进党 所以还是做服务啦 还是做服务 真的是这样 所以 我怕真的要做点苦工啦 因为你不熟嘛 那你只有一年嘛 可是我还是看好他啦 因为我认为他在立法院会得分啦 那相对上 那个吴依隆在未来一年真的很难得分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此断定说吴依隆的政治生涯 就算2024不选 他的政治生涯就到此为止啦 你没看到何志伟讲那个话很耐人寻 对啊 很快就有需要吴依隆的地方 对啊 表示就不是这个地方 就安排别的地方 别的位置 他那个意思就是你还要选吗 是这样子啊 不然怎么会这样表达啦 你如果要具体表达像吴思尧这样就很直接嘛 说下次再战一定赢 一般人政治人物讲话应该是 都有他的意义啦 如果何志伟真的认为他还可以再战 他怎么会这样讲话 他起来是认为你可能不适合这种吧 你也许可以去当不分区吧 区域选举恐怕不太适合 因为区域选举真的就是要交锋的啦 你没有这种能力你怎么 然后还有跟群众是要打成一片 那他这两个都不是强项不是吗 好那不过汉庭这一次啊很多人在讲说 吴云龙也没有就是他还算小输而已 是不是因为也没有网军 测意出来乱啊来扯后腿多少有点关系 当然如果继续乱继续扯后腿 那当然可能会输的更难看啦 那不过又测意觉得说 你看都是因为我没帮忙所以才会输的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观察的点不太一样 但我好奇因为比如说像 游云龙大佬或很多人讲说 你看这个蔡英文没有下招最急 然后内阁没有总辞 所以就会输 但我好奇如果蔡英文下招最急 跟内阁总辞 他就会赢吗 他就会赢吗 选民就会因此觉得 哇这个民进党太厉害了 民进党了不起 要继续给民进党一个机会 会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会啊 他唯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 会让蓝的投票率可能会再低一点 那觉得你看民进党好像也改过啦 所以蓝的也不太愿意会出来投票 但是不会增加更多人继续去投给绿 那但是搞不好也未必 因为到时候呢 国民党王后会觉得 哇你看这个蓝的投票应该很低啊 然后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动员 说不定呢就还会再来 所以其实这一切很难讲 应该说最后呢大家投的因素 你看就是外在环境的因素这么多 又包含了新竹啦 然后又包含了台南啊 可是绿的还是会依然的继续去投票 所以呢大家可能看了 要嘛就是政党本来的颜色 那再不然呢 有些本来就是看吴亦农 他个人就是喜欢 所以呢这跟外在的 就是蔡英文有没有下到最急啊什么的 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此如果投放到2024的话 我说一样啊就是 尤其像这一次可能民众党的一些人呢 或民众党支持者 黄山支持者没有出来投票 那如果在2024这一区民众党 如果不推人的话 那他们的选票比较有可能会归谁 还是有可能到时候会继续投给王鸿威啊 因为2024你不能再讲说 王鸿威是落跑 没有其他可以攻击的点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 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